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6号 由股东前朝所提供的台股关盘重点 这新版的证所税 这修正案已经正式过关了 台股今天一开盘就直接跳空 上涨的超过了100点之多 盘面上看到郭台铭董事长 很多情况之下 洪家军今天是一片红通通的 鸿海最后收涨的涨幅将近有4% 另外看到一档个股是英叶达 它的股价再创两年的新高 最主要是外资券商麦格里喊多 也让英叶达盘中一度是亮灯 攻上涨停板 收盘的时候是大涨超过5% 另外今天的除息秀是587的中租 中租今天除息配发2块钱的现金股息 一开盘就直接跳空攻上涨停板 后续大盘的看法 你有明镜长他提醒 指数现在进入了反弹的阶段 那么压力先看缺口 在7900点的位置附近 另外陈农副总他认为 以60分KD线来看 现在已经出现了低档背离的情况 不排除短线可以酝酿反弹 电子股的后市何金城副总 他看的是在太阳能指标 指标股的部分看到在新日光 达能 茂迪 还在国硕的身上 那么今天很多档个股 都是以涨停板做收的 这种类股的指标 王建文副总他提醒 在包括元大金 新光金 开发金 还有在日升金 这几档个股 尤其是以证券类股为主体的金控公司 苏拉类股当中林永年副总 他提醒是注意一下 在集团的祭底作帐 包括台速四保 华夏 台本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以上就是6月26号台股的观含重点 我们提供给您 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